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频道 我是你的紫微豆素老师 Wilford Chan 这次我们再论河马 本来河马真的没什么好说 但是我上次说了河马之后 我陆陆续收到一些观众 我想是观众 朋友也有 观众来问过河马面相的问题 我答应了一些观众 我原本在我自己的频道解决高手里面说 但是我想了很久 不如等多一点时间 因为我打算等到河马没那么Hit的时候 我再说一说河马 但是他真是很本事河马 我想他都打破了来香港之冠 我想他都结束了差不多四个月 所以我会等到四个月 我会再讲一讲河马的面相 好了 今次我不是像上次那样 就介绍了一个看面相的方法 今次我就是针对那些观众 他们问的问题 而我就作出答复 所以变成是一拍拍的 也挺有趣的 因为有些东西在你身上都会发现 所以我们再讲一讲他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觉得很多人都问一个问题 我上次都说过河马 它是属于三个营养质上 它是属于营养质 这个说法跟我们传统 比如说你和我们中国人 麻衣、柳妆这些说法 用五行来讲是有少少不同的 所谓三个营养质 即是心性质、筋骨质和营养质 这种分法是近几十年来 比较流行的一种分法 有好处 我们中国人的五行分法 你需要学习 但这种就不用学习 因为河马很明显 它是一种营养质的人 很多人都觉得 为何它肥头得耳 第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它晚年好不好呢 这个挺有趣的 我想很多香港人 爱于河马做人 真的很狠狠 所以来讲 虽然我们不要说 责户别人那么差 但是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这一个相 究竟晚年有没有问题呢 今次这个视频 我都会围绕着这一件事去回答 第一件事 当然是问河马的下停 这个说法 我上课也讲过 上、中、下、三、亭 下停 是代表我们的下爬 和我们的移 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 很明显的 你都看得到的 河马那两个移位 基本上来讲 是OK的 它不算瘦 它不算尖 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趋势 做女性 基本上来讲 最好是下爬尖 下爬尖 要特别留意一点 下爬尖的话 那些女性 除了年纪大 比如去到四十岁 五十岁的时候 或者五十岁的时候 开始 五十岁 我们开始行下停的时候 你们都要养肥少少 那当然了 很多女性都说不要搞 弄到河马那样 怎么办呢 这个说法的话 你要特别留意 如果 如果 是一些尖下爬的话 它最大的问题 它就不要突然 凹凹了下去 因为我们叫蛇精面 这个 最近一两年的潮语 蛇精面 这个做法的话 是最麻烦的 不过这样 如果你是这样的蛇精面的话 我们最好有个雙下爬 只剩下 河马就没有 但是很明显 它两边是相比较好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如果你没有两盒附座的话 我们就会用一个 所谓的雙下爬 去兜住它 如果不是的话 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是 晚年 就未必跟我附位有关 像河马那样 它的下含位 这个含位 生得漂亮的话 代表一件事 就是晚年 它仍然需要很多物质的享受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中国人 古代 只有 这些 类性 因为我们中国 在明朝 清朝 那时候 那些物质 都是比较区乏的 所以 如果你太瘦的话 很明显 晚年 那些物质性 是区乏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那些物质 比古代好 所以 所以 当你有这个 雙下爬的时候 代表一件事 就是 你晚年 仍然容易享福 我们经常听人说 享福 这个问题 那黄马晚年 是否享福 那你就要这样看 什么是享福 就是不用做 不用做 有人照顾你 但第一个问题 今时今日 判相准则 和古代的判相准则不同 现在来说 你仍然说 下含 这两个位置 生得漂亮的话 代表一件事 你晚年 仍然需要 很大量的物质 去支撑住你 那你会说 如果不是的话 是下爬尖的话 那又会怎样的话 其实很简单 代表一件事 女性 这样的话 晚年小心点 容易孤独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健康不好 这个下爬 我们的紫微斗数 很容易解释 我们的紫微斗数 有个口缺 金污圆满 月套清旗 月套就是太阴 即是太阴性 在我们的紫微斗数 这句是很简单的解释 即是说 太阴性首命的时候 晚年 是合入形入格 代表什么 有缺失 有缺失 这个晚年的缺失性 就比较少 下爬尖的话 无论你多有钱 也好 晚年容易有缺陷 什么缺陷 比如说 子女不在你身边 你比较孤独 健康也比较差 随便都来说 我们要特别留意 如果你是故意 不要说故意 是比较上来说 你希望没有那么肥 你都不要零石突出 我们上次零石说的 是癌差 这句话是很对的 即使你瘦也好些 不要太过癌残 什么是癌残 这些就叫癌残 突然间这样掉下去 然后突出 我们就叫做癌残 伤是很怕这些 瘦也不要紧 但是不要太过 这样突出 这样的方法是不好的 的的确确 以相论相 用在河马的角度来说 它晚年的下含位 是删得OK的 不过这样 逐页逐页看 我们就 我们就说 看相 最重要就是 天庭饱满 地角方圆 地角呢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叫地角 这两个整个位置 以下巴和两边的颐骨 为主要 代表晚云 及子女云的鸡胸 子女云的鸡胸 地角的长与短 方圆肥瘦 对晚年的运气 的影响性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你要记住 你希望瘦的话 最好一样就是 这个位置瘦 但是养了一点的伤下巴的话 对人的运程会好很多 好了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考虑一样东西 就是这样 这些都是人问的 不如说 河马呢 你会看到 上眼帘真的很浮肿 上眼帘这个位置 很浮肿 我们就说 上眼帘呢 这个位置 我们叫田宅宫 我们叫田宅宫 很多人都很奇怪 哇 是不是河马 他那个田宅宫 那么丰满 如果你去Google一下 你会打一个问题就是 上学田宅宫 你会看到有些人 哇 那田宅宫 但是呢 河马呢 它是零石过分的 这个田宅宫 涨起 上学上学 上学 那些上学呢 就会将 眼 上眼 和上眼帘呢 整体来说 视之为田宅宫 但是 我拿着一般的上学 来说 将它独特 分开 它叫田宅宫 有些少少眉毛 那我觉得一样东西呢 它本身的眉毛呢 可能是稀少的 即使说田宅宫呢 它任备性呢 是不够的 好了 上眼帘 上眼帘 有些少眉毛 那种 这些压力很重要 你试一下你的朋友 如果眼帘零射口 好像河马那样 即使告诉你 他在家里的压力很大 他不容易舒张 而且在屋内的人 越容易输费 在屋内的人越容易输费 尤其是河马 他眉弄了 有些女性 不一定是女性 有些女性如果眉头 眉毛向上 我们叫眉头大箭 眉头大箭 田宅公一厚 尤其是肿将 家里身边的人 十造药 万事万名 你去看看人家就知道 有些人的田宅公 各个人很削 好像上眼皮 好像一股皮 包着眼睛 田宅公一削 家里没有什么田宅 什么意思是回到家都不懂得享受 回到家都不懂得享受 代表家里很蜡 很骯髒 也很冷漠 对家里莫不关心 所以过厚和过度 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上学来说 精精上尚 不要太肥厚 如果肥厚的话 背负着家里的家宅 什么意思 柴尾油盐 你又要休 家里的子女 那些学业 你又要休 又或者家里的地税 厕所坏了 都要你管 压力很大 身边未必有人 跟你分担你的担忧 所以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 所以河马不要觉得 田地公这个位置肥满 是一件好事 好了 而另外 就有一个问题 河马 它是一个吹火嘴 刚刚 我上个星期 我的紫微斗掃 完了的话 都是教过吹火嘴 教过巨门声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些女性 我们就说 嘴唇 外翻 我们先说吹火嘴 要特别留意 性感的象征 当然 第一个问题 有吹火嘴 你的嘴唇不可以薄 不可以薄 如果我没有记错 Angela Jolie 她就有点吹火 就是你的唇口 如果你的嘴唇一薄 就麻烦了 如果口如吹火 不收起的话 嘴尖 衣食苦破强 这个我们上学的口诀 生成此口 多贫妖 任下虚教 破且妖 即使我说一句 很简单 那时候我学这些口诀 即使吹火嘴的话 晚年贫困 刚才不是说的 你记不记得 河马 下亭 生得漂亮 但问题 它有个吹火嘴 第一个 也是非 无论今次 它是不是成为了我们香港人 的头号攻击对象 也好 它本身来说 也是非 尤其是两片嘴唇 薄而吹火的话 第一 它对人 基本上很冷漠 它不会理你人的死活 它经常在口中迷所说 我良心很好 我会照顾身边的人 这些 尤其就出卖了你 即使告诉你 什么意思 它喜欢那一刻 它就看一看你 但是正常人的话 它不会理你 吹火嘴的人很自私 因为上下嘴唇都很薄 再加上 吹火嘴的人 你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吹火嘴的眼睛 有时这个唇边 好像一个刀片那样 起了的话 它说话不认输 如果你不是这些人的话 你千万不要跟他争 如果不是的话 这些人也会麻烦 所以 吹火嘴有这个现象 第一 野是非 第二 晚年孤魄 这些又是一些 我们叫做 下含靓 但是嘴不靓 将下庭去破架 即使告诉你 下含靓 那个物质感 或者家庭感 好像OK 但是原来不是 吹火嘴 你在破坏你的家庭 所以这个相 就并不是 一个单独的item 我们就说可以煮 你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放一起来看 好吗 好了 另外你看到 这些古人的说法 吹火嘴 他说 口如吹火 开不收 嘴尖 衣食 苦强求 即使古人 对这些相 基本上 都是不喜欢 都是不喜欢 所以 变成来说的话 我们今时今日 看到这些相 我们都会说 惹是非 尤其是我自己来说 我看到那些吹火嘴 尤其是有些人 嘴巴 就是这样 你把这条线 和下巴 鼻尖 和下巴 拉一条线 嘴尖 如果是鼻尖 那条线以外 我们说 这些人容易惹是非 容易惹是非 收身 那个深陰德 即厚德 原则 是比平常人更加重要 口如吹火 独坐归房 所以为什么 何马的婚姻不好呢 除了鼻尸之外 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点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这里 可能我放大了图 不太好 它是一条破拳文 何马有条破拳文 这个真是很大件事 我平时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做开演示的时候 他用了一些尾图软件 我见过他几次 他都是破拳文 在这个位置 破拳文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权 我们的权 权 权就是代表权力 也是代表一种 社会的规范 社会的规范 尤其是那些人 如果权很高的话 除了他控制人的话 再加上去 他对社会的规范 那些权比较低的人 对社会的规范 就没有那么重视 例如逛街 扔垃圾 那些动作 或者吐谈 所以权不能太低 但有些人 权像这个 他破了权 一条文 破了权 我们称之为破拳文 破拳文的人 不受规则 不受规则 这件事 很多人都走来问 问一下河马 为什么有个破拳文 这个人 掌握破拳文的人 非常自私自虑 为什么 这叫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的意思 即是说 人人都应该要遵行的东西 但是 我们展示到上一颗星 太阳星 太阳星守命的人 原则上 如果是皇上的话 你就会一样 你都会很重视 整个社会的规范性 规则性 人人这么做 你就这么做 所以如果太阳星落下的话 我们就说 对社会的规范性 就没有那么紧要 同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的面上 那个位置 有点笑起来的话 你会看到一条文 破 那些就没有那么严重 但如果你不笑的话 你都会看到一条文 好像河马那样 这个很明显 破了 破了 我们称这个文字 叫破权文 所以破权文的人 为什么会自私呢 因为他不会受到 社会人士的约束 他觉得自己的东西是对的 所以他就不守社会规范 所以这些人比较自私自利 很严重的话 就只有自己 为人 非常现实和拜金 重视实际的利益 做事往往也不守规则 在自己比较顺利的时候 他还会照顾一下别人 那个胸襟和气度 但如果自己的事业 和财运都出现了问题的话 为了利益的话 往往会做一些忘恩负义的东西 那你说 我会说 sir 这些人是不是你说的 你作的 不是的 你自己Google 我Google抄的 我通常做视频 都是 有几个问题 就是 第一 我不想被别人说 你对号入座 我从来都不会 我基本上 我都在网上 Google了别人的东西 就是说 你Google 你一样找到这些 所谓的 explanation 这样就好些 起码一样 就不是我说的 是大部分的上学家都这样说 那我说 有个好处 我不是对号入座 去针对号码 所以你会看到一样 就是 他有个破权文 他有个吹火嘴 这样的话 当他40至50 这20年大运的话 我们就叫破格 即是说 有一些原本利好的因素 的话 你因为 做了某些事情 心性不良好 而破格 当然 我没有能力看到 何马略的奖 同样的道理 为何奖 会有些新的文 走出来 就是 你无论做过好事与坏事 都会在你的身体上 流出痕迹 所谓有珠内而盈珠外 在上学上来说 那上学就比算命 即是八字和斗数 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 因为我们八字和斗数 那些东西是设定好 你原则上 你一出生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到你 一直推推推推推推推 因为为何 商是盘没有因素 但是 算命没有外来的因素影响 全凡是那盘数去计算出来 但是商就不同了 商它随着你的年纪大 但最容易改变就是肥瘦 腹口的人容易脏起来 腹口的人容易脏起来 如果天生有些劳苦相 年纪大做多些好事 就会肥起来 所以破拳文和吹火咀 都是一些比较上 对相有破格的因素 另外一个问题 挺有趣的 商学上 在《神相传》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食相 很多人挺有趣 我听了很久 这个人不是别人问的 不过我听过很多KOL 都这样说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留意这一点 所以我特别说 就是河马很有趣 它很喜欢在直播上吃东西 而且它的食相非常难看 为什么它会这样做呢 挺有趣 我觉得它这个做法 如果不是真的天生 是有人教的 是有人教的 我们论食尚 我们就说 我们有个口缺 男人吃饭快如苦 女人吃饭如鼠 即使告诉你 男人吃饭比较快 气度要快 做事要干绝 斩钉截去做 但是女人吃饭要比较慢 只不过这样 河马吃饭很快 而且如果你留意一下 他很喜欢给你看那个食尚 他不是想你看他吃饭 而是他想看你那个食尚 这种特别什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 性暗示 性暗示 即使说河马 他特意在他的视频里面 去做这一件事 如果他不是有人教他 那就天生了 那就麻烦了 即是代表什么呢 他不是想找河伯 他还想找很多男人 这点要特别注意 食尚 他不是做给我们这些人看 他是做给一些上了年纪的男人看 这个特别 他想告诉你这一件事 他是有免费的 所以不要看小河马这个动作 他经常做这个动作 他不是一次 所以特别注意 再加上他刚才的嘴型是自私 但是鼻是小的 肤运不好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觉得 以前他拍过咸片AV 其实这一件事 我都觉得可能性很高 因为肤运不好 嘴薄 再加上他现在想告诉你这一件事 可白是不可靠的 我在做一些暗示性的事情 告诉你这一件事 我是有免费的 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上学上 女性做一件事是这样的 男性如果给一个食相 你看代表什么 即是代表 他那个进取性很高 女性是代表性欲 其中一个问题 尤其是吃相 吃相的话 我们代表心相 以前我学的话 都有这些所谓的口诀 其中一件事 就是说 吃相不好的话 心相就是不好 当然了 这里是一个大众的视频 我不会告诉你们 这一件事 我不可能会教 给大家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件事 吃相有所谓分 其他就是 人和贱 这一件事 我不在这里 这么广大的视频教 尤其是河马 它不是代表人 它是代表另一件事 不过 这件事 有机会在我堂上 私下的话 我可以说 但大众就不说了 这件事 另外 我们说 吃相 刚才你记不记得 我们说 这个是移位 这个移位 挺有趣的 我们的易经 也有说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移 这个移 易经上面 有一个挂 叫山雷移 这个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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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食相 山雷移 就是这个下巴 这个位置 我们易经有这样说 口言 口合 移养 修身养性 即使告诉你 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的食相 在我们的易经上面 来说的话 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的嘴 我们的嘴 叫出辣官 代表饮食 饮食 这件事 无论我们的嘴 叫出辣官 或者易经上面 我们的一个挂象 我们的叫移挂 都是代表一件事 就是 慎言语 折饮食 这个是我们古人所说的 很明显 我们河马就没有做到这件事 亦既不慎言语 亦不折饮食 所以变成来说 它的修身养性 是不多的 我们破相 破气质 破气质 这一点 是从移挂而来的 如果移挂做得不好 那会怎样 移挂呢 移挂呢 它的对头 有个挂 叫做错挂 它叫做大过挂 即使我们古人就说 如果你 饮食 既不慎语言 也都不折饮食的话 我们就会有个大过挂 大过挂的意思 即使说 你所有东西都over 超过了 大过者 盛大者 过其分 即使呢 古人已经告诉我们 河马已经说了一个道理 给我们知道 就是 你做的东西 其实已经是过分 所以为什麽这麽嚇人憎 它每一样东西 都很过分地去做 这一样东西 令到我们很欺人憎 尤其是我们说 我们的疑 和口 口这个问题 在我们上学上 它叫做出立官 我四十年前 教体上的时候 我都说过 唯一 那么多个五官里面 比如微 我们叫做保守官 耳 我们叫做采听官 嘴我们叫做出立官 这个很特别 这个官呢 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官 五官的其中一个 它既有出也有辣 即是出立 这个意思 出立官的定义 就是告诉你 我们不单止我们辣 吃东西 要喝东西 我们出 的话 要神语言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会很容易 由疑挂 一个疑养天年的挂象 就变为一个大过 这个挂象 很多时候 就出现了毛病 都是这样 很明显 河马现在正在做一个实例 给我们看 它不单是食尚难看 也正在做一个问题 就是 它的语言也做得不好 经常跟人吵架 令到我们很讨厌它 令到我们很讨厌它 好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河马会经常说 我很有爱心的 我经常坐养一些东西 如果我有多少钱 我们会怎么去帮人 如果我拿到可白 都450万 我们会帮人 如果我有四五十亿 我就会帮人 大家都知道 如果四五十亿的人 所有人都会帮人 你有四五十亿 有没有一个座人之身 我们后天有一件事 叫做阴德文 或者叫做阴德文 老人家很常见 如果你四十多岁 可以出阴德文 你的心地非常良好 在我们眼下 这个位置 有一些我们叫做阴德文 这些这样 它不是鱼尾文 鱼尾文 鱼尾文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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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 如果你很年轻的时候 你笑起上来 年轻的时候 就用事笑起上来才有 你就会有这些所谓的鱼尾文 小心点 最好年轻的时候 鱼尾文浅 如果鱼尾文慢慢散在后面 这样散开的话 就成为了鱼尾文 鱼尾文 你不单有鱼尾文 你还有鱼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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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良心是好的话 你会见到 这些阴德文出现 我们香港有一个名人 古天乐 你留意他的相 你搜索一下 你慢慢会见到 他的阴德文 开始出现了 所以 如果你有阴德文 我们的心上是良好的话 基本上 你的下巴位 就会做得非常漂亮 那时候 即是说 为什么河马 他的相圆 合乎了我们陆虎上面的福相 但是为什么他享用不到呢 我刚才也解过了 有些地方他破了相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相最重要的 不是算命 比如指明九数 我们叫福德公 但是相 我们有一个东西 叫心相 就是看你的行为举止 做得好不好 当你的心相好 有这样的相 你就刑珠于爱 那我们就会见到 你的相 你有所谓的阴质的现象 不单止手上也有阴质的 但是我们看不到 河马上面 但很明显的就是他没有 他很明显就是他没有 好吗 那我大约都介绍了 河马那个相 让我用五分钟卖一下广告 那由今个星期开始 今个星期日 我大约有八堂 我大约有八堂 我是想讲液经 和紫微斗数的关系 那为什么我会在这卖一下广告呢 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那些视频的话 我都是用一些很轻松 很简单的手法 去介绍给大家 那其实呢 我自己是有一些很严肃的堂 教育学的 这些学与紫微斗数呢 就是一个对 我一个附助性的堂来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我那些高班的同学 他们有一些 都觉得我讲紫微斗数的时候 讲液经他不太懂 于是我就有个朋友就说 不如讲一讲液经 于是OK 我们用八堂的时间 去讲一讲液经 那以前呢 我高班上教紫微斗数呢 就用紫微斗数的角度讲液经 今次不是了 用液经的角度讲紫微斗数 那是适合什么人的话呢 适合你什么都不懂的 因为就是我那些学生呢 他们完全对液经是不懂的 什么人都可以参与 那方法是zoom来的 每堂呢 是45分钟 那大约呢 就有八堂 那由今个星期 9月8日开始呢 香港时间下午1点钟 1点钟 1点钟至1点9 那就用来说 免费的 完全是免费的 完全是免费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这个二维码卡进去 插进去 插进去的话呢 那我有个朋友 或者一个同事呢 他会帮你呢 他会给你个zoom链接 那大家就可以上下课 那这个很容易的 基本上你不需要电路 如果你在街上想上课的话呢 你拿着手机呢 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原则上呢 是一些比较严肃的课 即是真的教一些东西的 但是我还会有一点很有趣味 令到大家呢 如果你们对液学 是完全不认识 不知道什么叫液经的话呢 我希望你跟着经过这个八堂的话呢 你对液经有多些认识 因为为什么的话呢 如果你们对这个视频上面 那么多的师傅 他们讲的玄学都有兴趣的话呢 液经呢 是我们呢 一个玄学的根基 我们很多东西都讲液经的 那变成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呢 为液经打了个底 那现今呢 很多朋友的话呢 他们初学玄学的话呢 他们都不学液经 比如说 紫微九数就紫微九数 八字就八字咯 你学六任就六任咯 奇门就奇门咯 你都不会涉及一些液经 但是呢 如果你有液经的底的话 你会好很多 所以呢 这个礼拜开始的话呢 我有兴趣讲 我就会讲液经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就卡入这个二维码的话呢 那就有同事会帮你的了 好吗 那好了 那金堂 我想应该不会再讲河马了吧 因为都讲了两次了 尽管他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也都解释了 好吗 多谢各位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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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